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决士金座客塞尔提克伤情频传 中锋哥贝尔 Rudy Golbert开赛不到2分钟就因牺牲退场 菲佛斯 Derek Favors随后被对手意外走击 塞尔提克也陆续伤了两位球员 尽管明星空威尔文空下全场最高33分 但第二节严重席火肿下拜英 最终决士以107-95击败塞尔提克拿到近9年对战首胜 也终止4连败低潮 首节开打不到2分钟 决士中锋哥贝尔意外被队友压伤 索西尚能刺激走到休息室 但未再回场 刺激两队蓄天伤兵 塞尔提克蒂斯 Daniel Favors因脸部受伤退场 首节压伤队友的菲佛斯意外遭对手走击 退场后逢了六真卫再上阵 塞尔提克第二节14投0中开头 单节21投4中作收让爵士取得领先 下半场一路落后吞下败仗 这是爵士自2009年以来首度击败绿山军 塞尔提克球星俄文 此意上场37分钟 25投11中包含两颗三分球 攻下全场最高33分 另有四篮板六助攻哈佛德 Hawford或自高21分外带六篮板七助攻 爵士空位卢比欧 Ricky Rubio攻下全队最多22分 加码七篮板五助攻一抄截 此意爵士团队命中率4×82 外线命中率高达5×20阶 远高于对手 中锋戈贝尔开赛火速商退 USA Today Sports 卢比欧获群队最高22分 USA Today Sports 俄文卡33分 仍无力回听 USA Today Sports